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前這裡你大概不太能夠想像 還有那種磚型的拱形的那個門 那個舊建築的時候 它整個都拆掉了 整個都改掉了 對 那我們等一下要去的這個 它更是改的 旁邊都被改掉了 真的有點可惜 可是現在就是 經濟跟這種開發利益的一個 還有保留古蹟 古建築的一個衝突 就大家很難取捨 可是最後 經濟利益應該還是都是 佔贏的那一部分 就是這一棟 對 我們這邊其實還有一個 蠻可愛的這一張 其實 這邊 就是本來這一塊區塊 所以你看一下先舊對照 感覺實在是天壤之別對不對 完全看不出來 2006年拆掉的 所以距離現在也 所以這一整區都是老房子這樣 對 可是那時候是算 那湖這一個地方重要的 政治 經濟 文化區域 重心在這裡 好 那我們等一下要看的這一間 其實就是這一間 旁邊這個是就是以前的辦公廳所 全部拆掉 然後改建這種大樓 你知道現在這一片幾塊嗎 所以這個就是經濟利益 老建築跟舊建築的一個衝突 結果還是輸了 那現在好不容易 因為當時這個有把它提報為那個 古蹟 後來他又把它說 這個是歷史建築 這歷史建築跟古蹟有什麼差別 古蹟被訂了以後 不可以隨便動 包括說連廁所要修 都還要請公文 請經費 通通弄好了才可以 但是歷史建築毫無保障 那經濟利益大於這個舊建築的價值的時候 大概很多人是會贊成 就是把它重裁了 那這個好跟壞 誰也無法定論 那現在要看的這一間 你也可能會覺得蠻訝異的 我特別挑了這一張 那這一張也很可愛 也是我們那個 書的那個來源 這一張 它其實這一家 總共經過了四個用途 經過日本統治時期 經過國民政府時期 好 第一個 這個建築物1930年 哇 1930年是不是確實是在日本時代 然後呢 那時候我們這個地方的 行政區塊叫做 台北九七七軍 可是你現在一定還可以記得 我們有一個單位叫做 七星生態基金會 就表示以前七星水俊水利會 這個單位其實還是延續下來的 過來呢 那時候叫做莊藝廠會議室 因為以前叫做內服莊 所以莊藝廠 就是像現在的 我們的監察院 以前叫做什麼 台北市藝所 那個藝就是這個 浮兵藝的藝 這個現在變成監察院了 對不對 那以前莊的單位是比較鄉下 比較小的 所以莊藝廠 這邊這個是會議室 好不容易把它保留下來的 後來呢 日本退出台灣 這裡改回麵糊香 有沒有 編制上我剛剛跟妳說的 它叫做中山堂 那中山堂很好笑耶 上面威權時代 還是需要有偉人的照片 還有呢 他做生日的時候 要用國家的經費 來幫他祝壽耶 你看 這四個字寫在這個上面 然後呢 我們內湖國小的小朋友 內湖國小就在前面嘛 內湖國小的小朋友 通通要排隊來 所以以後跟他鞠躬 可以拿到什麼 每一個小朋友 都可以拿到一顆壽桃 不是只有這個學校 是全台灣每一個 小學 初中 高中 都在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以前是真的威權時代 現在是民主時代 真的是大不相同了 那這一張有沒有很可愛 超可愛的 好 那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個 要給各位介紹的是 它另外一個特色 有沒有感覺它是什麼色 那個磚的部分 灰色 沒有 磚的部分 磚 對 磚的部分 淺綠色 有沒有 真的有一點 對 它這個淺綠色 在那個年代叫做什麼 叫做國防色 國防色 對 因為國防色的意思是說 我如果空中要看 這個顏色比較不容易被看出來 所以我們有很多的那個建築 用了 那個淺綠色的 淺綠色的 而且那個磚很可愛 不能用平的 平的你可以被反觀照出來 它用有溝槽式的 有沒有 有一條一條溝槽式的 這樣就不容易被發現 所以我們現在的台北郵局 在那個中校西路跟不外路交叉口的那個台北郵局 你現在可以去看它已經恢復它原來的樣子了 它的建材全部都是 中褐色的那種顏色 然後有溝槽 就表示那個年代不是用這個淺綠色 就是用那個中色的就是叫做國防色 為了我從空中看 我不太容易被看出來這樣子的一個建築物 原來是這個 然後那個圓圓的地方 我們還是稱它叫做所謂的老虎窗 那再過來 我說它是1930年代的建築物 所以它的材料已經用到了什麼 我們日本時代很常用的一個東西 叫做洗石子 是 洗礁 然後你不要小看這些綠色的磚 也是我們在地的產品 哪裡來的 我們的北投 北投現在有一個地名叫做櫃子坑 有沒有 櫃子坑它以前其實 大家喔 都擔心按摩 因為它那邊有一個天然的材料 叫做那個土 它那個高磷土很可愛 它有含非常高的元素叫做磷 那磷因為那邊比較偏僻 所以晚上的時候 磷遇到空氣有時候一些作用 它會有一些感覺是火花 人呢 你知道嗎 以前大隻是沒那麼多 所以就說 唉唷 這裡有櫃子坑 這裡有櫃子坑 這裡有什麼地方 這裡有櫃子坑 所以櫃子坑 叫做鬼仔坑 後來覺得鬼仔坑 不好聽 才會用富貴的櫃來把它取名 叫做櫃子坑 這裡很多的地名是這樣子來的 超有趣的 那這個地方我剛剛各位介紹的 它第二個身分是這個對不對 是 它第三個身分叫做區公所 內湖本來是莊 內湖後來改為鄉 再改為區 那現在我們更清楚了 台北市有十二個行政區 內湖區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區 再來呢 1983年 我們的內湖區公所整個搬走了 所以這裡就把它弄成活動中心 那現在活動中心可能是里長 用的最多的一個地方 所以我們的里民 在這邊也是非常方便的 可以使用這個 這個是我們的 這個是現在應該是全台北 甚至可以說雙北地區 碩果儉存的日本時代的 那個裝藝廠的會議室 沒有了 為什麼很多人會堅持說 我古蹟到底要不要保留還是要不要拆除 因為有些東西拆了就沒了 你在復刻你在做 那個feel就不見了 所以這個可以把它保留下來 算是蠻不簡單 然後你看它那些線條 還有那些石子的線條 我們不是稱讚日本人 但是日本人所做的工程建築 我們必須去確實的承認它的一個優點是什麼 它很多圓弧的地方 是真的考慮到不會去傷害到的人 或是人不小心去踢到 不會這樣沾沾就對了 人家都很圓弧的一個做法 這就是我們今天給各位介紹的第二個 內湖碩果儉存的內湖裝藝廠的會議室 好我們在這個內湖裝藝廠會議室這個地方 它現在已經變成是一個 一個里民活動的空間了 那很高興可以邀請到館長 可以來我們的蘇館長 可以來幫我們介紹一下這棟建築的歷史 好的 這棟建築物目前是台北市內湖公民會館 在104年9月份來開館 那這一棟建築物是市定古蹟 那在1930年的時候 它是日日時期的一個內湖裝藝廠會議室 那它在2000年的時候被指定為市定古蹟 那目前就是台北市公民會館在這邊使用 那我們的周遭隔壁其實還有一個內湖裝藝廠 歷史建築 那因為都更之後被拆除 那我們的正後方是一個內湖路的統治廠 那這個統治廠也是一個歷史建築物 那如果坐文湖 文湖線來到我們內湖結陰站的時候出口 然後就可以直走成功路 然後就來到我們內湖公民會館 那你也可以緊接著往前 壁湖公園跟台灣戲曲學院 那在我們的後山是一個市定古蹟 過世古展 那這一個一線安排的時間 大概可以是100分鐘 那剛好它的所在位置剛好是一個曲線 那我們把它定位為微笑100 所以如果你有空可以搭乘大眾捷運系統 來到內湖捷運站 然後用徒步的方式 然後做一步做一個深入的走入我們內湖老街 我們公民會館其實是從日本那邊引進過來的 在1940年的時候 就是二次大戰期間在日本 它在每一個小學的學區裡面 就有一所公民會館 日本不叫公民會館 日本叫做公民館 它從事的是一個社會教育 終身學習 那我們目前台北市有六座公民會館 是北投 士林 中山 士林 內湖跟文山 那當時候是有規劃想 12個區都有一座公民會館 那目前是有六座公民會館 那我們往這邊看好了 這一個 這個就是內湖路的統治艙 在1937年 在日日時期 它在台灣的各鄉鎮 都會設立一個糧倉 那目前就是保留 因為都更的案子之後 它只有保留這一個部分的結構 大概就是一個異地重建的一個 簡單的讓人家知道 這個歷史遺跡而已 那歡迎都可以隨時進出來這邊參觀